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后的开发似乎一直不太顺利 曾多次爆出工作室内部不合的传闻 游戏的前编剧和艺术总监也在本月宣布离职 目前游戏具体的发售日期仍是未知数 根据之前黑客泄露的卡普空文件来看 升华为祭祀重置版会在2022年冬季推出 不过这个时间很有可能会延迟到2023年了 据外媒VGC的报道 有知情人士爆料 因为在开发意见上的相左 原开发团队M2的主要工作 将由卡普空旗下的另一个工作室接手 具体的原因是M2想要忠实原作 保留奢化危机4传统的大部分元素 但卡普空希望在重置版中加入更多创新元素 甚至可以增减剧情 不必完全遵循原版 技能素逐渐点歪的国产武侠动作RPG 试血印 近期发布了竹林大肉搏的版本更新 我们店铺的试血印 国区K也在打折中27元 本次更新主要是添加了一个可以与其他的玩家一起PK的大肉搏模式 该模式每局开始 玩家们都只能佩戴初始武器 之前的装备和技能都带不进来 击败其他玩家可获得分数 分数最高的人即是最终赢家 地图上除了玩家外还会分布杂兵 击败杂兵不得分 但是可以获得试血印技能 只用地图上的抽奖炉可随机赠送一个buff状态 buff友好友坏 纯靠运气抽取 此外游戏更新了女技丝模型2.0版本 并加入了多款不同配色的女神蕾丝群 国产科幻沙盒建造游戏戴森球计划 现已发布强先体验版 售价63元 本作以人类发明了超级计算机主脑为大背景 玩家需要加入空间管理联盟 持续为主脑的算力输送能量 制造出强大的带森球 游戏在玩法上类似于一星工厂 支持自动化生产 玩家可在各个建筑物之间建立传送带连接 进行资源传输 互设流水线时还可利用建筑网络吸附功能 来自动对齐建筑 形成大规模的自动化流水线 甚至还可以建立星级物流网络 结合不同星球的资源进行发展 策略休闲合作游戏太空乱游迎来平时第33元 本作以清理垃圾生产资源 加升及装备为核心玩法 支持本地同屏和在线合作 玩家将同朋友们一起搬到太空居住 家里不时会出现太空粘液 乱七八糟的虫子和一些其他太空垃圾 这时就需要合作打扫 把家里收拾干净 通过不断的解锁新房间 还可以购买升级一些新科技 例如让机器人来完成一些清洁和采摘工作 较为不足的是 游戏目前存在诸如界面卡死 物品无法拾取等bug 模拟精英游戏农场经理2021 将在今年春季发售 目前游戏已发布了可免费下载游玩的序章 本作的核心玩法与前几座大体相当 只是引入了更多的植物动物和相关设备 例如这代中可以建立一个陆场 并种植许多全新的有机作物 玩家将继续扮演一名农场主 根据气候合理安排农业生产 雇佣工人控制他们的工资和加班时间 保证其基本的满意度 雇佣兽医照顾好奶牛绵羊等动物的健康情况 同时还要定期更换升级农业设备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第一人称模拟绘画游戏 如此艺术创意空间现已免费上架Steam 本作是如此艺术天才艺术家模拟器的沙盒版本 游戏中玩家将拥有一家专属艺术工作室 里面尽情挥洒创意 利用笔刷 调色刀 模板 甚至还有喷射器等道具 画出大师级别的作品 通过出售画作完成客户订单 还能获得丰厚的报酬 用来继续购买绘画工具 或者添置家具和装饰品 来粉刷墙壁和地板 根据自己的喜好 打造风格独特的画室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可以访问我们全年都在打折的游戏CDK微店 和重新开业的淘宝店 还有上传视频文案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在公众号留言 指出我们文案的错误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